大家好 我是 Ray Ma 終於跟大家評測華為的 Mate 9 Pro 雙曲面的設計一拿到 當然馬上想到是否是 Note 7 的替代品 但實際上它的手感非常不同 亦有 Leica 的雙鏡頭 所以不一定用這個方向去想 Anyway 開始今天的生日評測 第一件事趁重記得一定要看 7.5mm 超薄機身 前面有雙曲面設計 後面也有弧度 超級淺薄的看上去 還有機身有169g 不錯的份量感 還有金屬機身 弧度的設計 超級淺薄 第一印象很好 事實上它的設計 正面還是背面看上去都非常不錯 雙鏡頭手機來說 非常妥當的設計 以及 7.5mm 超薄機身 不過鏡頭也沒有明顯突出 值得一讚 以及小米 5S Plus 一樣 有反光的塗層 以及金屬拉斯文設計 但造工是完全兩碼子的事 金屬感也不能相提並論 因為這次Made 9 Pro 摸上去很順滑 有少少像雙玻璃面的手感 至於Made 9 Pro 的重點 當然是雙曲面設計 正面面板全黑色的 panel 低調得來同時精緻型格 曲面設計不同時間 有不同反光 感覺很高科技 同時帶有少少浮誇 以及很高的變形度 上次P9 Plus 評測說華為的造工 終於追上了一線大廠的造工水平 但今次Made 9 Pro 有過之無不及 我對華為徹底改觀的同時 亦找到一個可以少少挑剔的地方 就是玻璃面板和金屬邊框之間 有很輕微的膠邊 對比 Note 7 和 Pixel XL 等等的手機 它的造工感覺還有提升空間 但整體可以做到這麼淺薄 同時照顧到手感的順滑 以及不滑手的金屬機身 真是數一數二了 至於硬件配置方面 指紋掃描器是我見過的 絕對最快的指紋掃描器 一按下去就幾乎立即打開螢幕 紅外線發射器都是買少見少 對於控制家電的萬能遙控來說 Made 9 Pro 也是做到的 另外它的收音咪 現在正在使用華為Made 9 Pro 的收音咪錄音 Heloway 23 測試 非常驚人 它的低音很深層和清晰 另外它的耳機 聽筒也是喇叭之一 類似 HTC 10 的設計 聽筒主力負責高音 另一個在機身底側的喇叭 主要是中低音 效果非常不錯 稍後我們再聽 所以設計和工藝方面 唯一可以扣分的就是工藝水平 它的金屬機身和玻璃面板之間的膠邊 有輕微的扣分 其他都是完美的 到這裏就一定要說 如果你是非常著重介面的輕量化 貼不貼近公版Android 介面的話 華為就繼續是非常強烈的華為味道 原生是Android 7.0 但經深度開發的介面 無論是它的Icon 或是它的色調 都與原版公版Android 非常不同 唯一我可以對於這個介面的 就是它終於加上 App Drawer 對於華為在國際化的道路上 是有展望的 另外有 Floating Dog 類似圓浮球的功能 上面有導向鍵和鎖機 功能都是比較大路 所以不算特別的實用 另外很有趣是它的多工和返回鍵 不單可以調轉左右擺位 甚至它的主頁鍵可以做完兩樣工作 觸碰一下就是返回 或者長按就是翻主目錄 在Home Screen 按鍵 向左或右掃開多工頁面 另外繼續有一系列的Motion Gestures 包括有反轉部機就靜音 或者直接拿起機放在耳朵 接聽電話等等 還有繼續有華為先有的一個很特別 用手指關節的操作 寫不同英文字母開箱用的Apps 又或者用手指關節圈出一個部分 就是只選擇那個位置做Screen Capture 然後再選擇筆規則形狀 或者選擇正方舉形 圓形還是心形都可以 重點是螢幕中間一數 Multi Window Android 7.0 終於有了 還有支援的Apps 都有不少 YouTube 和Facebook 一起使用都沒有問題 所以整體功能都是完善和豐富 至於驚喜的 就有現在比較少見的螢幕錄影功能 電源鍵加音量減就是Screen Capture 一般的螢幕截圖 但音量加加電源鍵就是開始螢幕錄影 原生已經有這類型的功能 絕對要贊 對,又似曾相識 Always On Display 不過這裏要彈就是有 Always On Display 但沒有 Double Tap 到 Wake 還有按下 Always On Display 的螢幕上也沒有反應 一定要用指紋解鎖 不過解鎖速度那麼快也沒所謂 至於效能方面,用華為自家的 Kirin 960 CPU 有6GB RAM 根據統一開Apps 速度測試 在第一回合開不同應用 Apps 可以比較到不同手機的開Apps 速度 Made 9 Pro 的表現非常不錯 差點追到 iPhone 了 至於 6GB RAM 的優勢又來了 就是 Apps 和 Apps 之間的切換 非常流暢,很快令切換 有類似 iPhone 的體驗 所以整體表現在效能方面 Kirin 960 的速度非常驚人 絕對滿意在實際操作上 它的 GPU 是比較大家擔心的地方 但它用了 Mali G71 的新架構 8 核心的 GPU 實際操作上都很流暢 所以 Mate 9 Pro 的效能是完美的 唯獨是系統功能和自訂功能 遠線,但還有進步空間 相機方面繼續看到 Leica 折樣的雙鏡頭模組 單鏡頭模式影有 2000 萬像素 雙鏡頭模式是 1200 萬像素 繼續 F2.2 光圈,支援雷射對焦和光學防守震 Made 9 Pro 絕對是我見過功能最豐富的相機 我們這部份慢慢說 但首先看看它的對焦速度 雷射對焦效果非常理想 基本上都是一放一隻手進去或一縮開就立刻對焦 但感覺都不夠 S7 Edge 或 Note 7 5 功能繼續是一大堆 包括有快鏡、慢鏡、全景圖、尾眼等等 但一定要彈是 HDR 居然分開獨立一個模式 對比 Auto HDR 高對比控制的場景 就一定要手動切換 所以在相機部分這裡有減分 但同時它的光影效果是這麼多手機裡面最完善的 光影都有四個模式 大家可以營造到現在相片的效果 非常漂亮 大家用下大家的想像力 至於剛剛的相片怎麼做 有興趣的話 歡迎看看我陳年之前的 P8 光影效果的教學 以及試玩 至於 Mate 9 Pro、 Leica 一定要說的是黑白相片 用一個黑白模式的濾濾 立體很多層次感很分明 以及黑色是更加純正的黑色 對比度比較高 另外很有趣的功能在普通模式都有 就是顏色的控制 普通的時間就比較平淡 Vivit 就是太美晶 或者Smooth 就是我的最愛 普通的時間比較平淡的夜景 立即變成Wall Paper 的感覺 很鮮艷、很鮮明、很誇張、浮誇的顏色 但這個浮誇是絕對要賺的 因為它的雜訊控制更加好 以及它的顏色、整張照片的感覺是更加乾淨 更加立體、天更加黑、更加像夜景 雜訊控制及顏色都有提升 對於夜景來說絕對很大幫助 至於雙鏡頭的一大重點當然是景深效果 可以由F0.95 即是最大的光圈 最誇張的模糊效果 到F16 完全沒有效果 自己自由設換 在我的TEMP 內 F4 是最好的平衡 因為有不錯的模糊效果 但不會有太多的穿崩位 因為F0.95 在光的地方會有懸光的問題 現在這些相片是用F4 拍攝 比較自然但一樣有不錯的景深效果 至於實拍效果一樣有支援手動模式 有手動白平衡、手動的快門速度和ISO 等等 2000萬像素 有光學防手震用長曝光、清晰度絕對一流 非常之誇張、很仔細、銳利度都很高 這張照片本身周圍是全黑的 教堂的外場沒有那麼光亮 唯一亮燈的就是中間這棵聖誕樹 但依然有很低雜訊和很清晰的效果 純正的夜景效果是數一數二的好 因為顏色很鮮艷 對比度很高和雜訊比較少 清晰度也非常驚人 光源比較複雜的夜景 亦沒有在比較暗的地方有很大量雜訊 而前面主角過曝的問題 依然是低雜訊乾淨和很清晰的效果 拍攝夜景時連星星都可以拍到 以及有很誇張的顏色 高對比度和超級驚人的仔細度 相機夜拍絕對一流 至於拍片也是有小驚喜 雖然是雙鏡頭設計 但它的OIS光學防守震效果非常不錯 一路走一路拍攝 它的穩定效果都是數一數二 以及最大驚喜是它的收音咪 因為剛才說它的質素不錯 在錄影時它還有指向性收音的選擇 它的音質絕對一流 很大 但不支援Auto HDR 和雜訊 在自動模式不做任何調整下都明顯看到 還有錄影的清晰度也不是我看過最誇張 但它的雙鏡頭拍黑白照 景深效果和光影都是在這個評分機制之外要加分的東西 到多媒體應用方面 5.5 吋 QHD 的 AMOLED 螢幕 顏色非常鮮艷 很討好的顏色 黑色也是全黑 因為AMOLED 螢幕只穿起有顏色顯示的像素點 對比度極高和傾側也沒有任何漏光 原生的白平衡輕微偏冷色調少少少 但與Pixel XL 的分別不是太遠 但支援方便自由到極大的白平衡調整 原生如設有偏冷偏暖色調如前 但亦可以在這個範圍內 任何地方選擇一個適合你的白平衡 總有一個適合心水 靈螢幕看片絕對會更加賞心悅目 但這個時間要討論它的喇叭 雙喇叭設計現在可以讓大家聽聽 前面的E-Peace 聽筒主力負責高音 下面這個喇叭一開 立即變得飽滿很多 比較可惜是華為繼續沒有太大著重Hi-Fi Deck 的音質輸出 3.5mm 插頭的推力大概與S7 差不多 四分三音量才能推動XBA 3 音調亦比較偏暖 中低音比較突出 但高音不夠通透 只可應付一般聽歌及看片的需要 最後電池方面 5.5 吋的Made 9 Pro 與5.9 吋的Made 9 一樣 有4000mAh 的電池 機身小小,但放這麼大電池,我就一個人憂 這個說笑而已,暫時沒有聽過任何問題 亦不應該出現問題 AMOLED 螢幕再加超大電池 結果就是超級驚人的續航力 是現在最好的表現 續航力測試繼續機 用最高螢幕亮度過4小時 YouTube Flashing Joint 頻道 以及原生跟機的充電 支援4.5V 5A 的充電 22.5V 的充電 30分鐘充到58% 所以電池續航力滿分 總結 Made 9 Pro 是我見過最漂亮的手機之一 成熟、低調、型格、穩重 但同時精緻、少少浮誇 功能也完整,但仍然有進步空間 實際操作效能非常誇張 我用過最快的Android 手機 還有無論拍照、拍片還是花式玩法 水準都是一流的雙鏡頭模組 多媒體應用亦因為螢幕的色水 以及喇叭外放的表現不錯 體驗都是好的 還有現在最出色的電池續航力和充電技術 所以Made 9 Pro 是一部各方面表現均衡好的手機 唯一最迫切要改善的就是我不敢恭維的Icon風格 太卡通了 以及耳機音質輸出,如果可以再有提升的話 這部手機近乎完美 一線頂尖旗艦的定價 如果你是因為華為手機而覺得不值的話 那你真的要去看看真機 今天Made 9 Pro 深入評測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以及即將都會跟現在的旗艦機 例如320 或Pixel XL 比拼 想看哪一部多點歡迎大家留言 喜歡的話記得Like 和Subscribe 訂閱頻道 下次再見